这盘棋将近是2021年的河水杯第一回合 这是王天一对战正卫统治战 开局是飞向 对战左中炮 红方是跳左马 黑方跳马 红方平视角炮 黑方把锯亮出来 红方形成反攻马 黑方禁足者马 红方选择一个三不虎 准备出锯 那么黑方也就上 到这儿红方出来 那黑方出来 现在红方他浸泡 串一下 黑方是打将 红方通过七掉中兵 火通马 那黑方就远就吃 谋取实惠 多了一个中族 红方把锯吃掉 这儿的话他不是 准备出锯抢先手 黑方则是组五精英准备对杀 红方先出来一抓 黑方进行了补试 红方就上 准备采足利用他 黑方则是冲过来 因为你不能再上 再上把锯打了 那下一步眼看要进足呀 抓死马 红方就是点锯 吃足呀嘛 黑方如果冲的话 他平锯一吃啊 将他兑完之后杀回来 这个中族还得丢 索性的话他就平 这样的话先把锯引回来 再抓对方的死马 那红方当然是不肯的 捉 黑方到这儿只好先吃 那这里肯定要吃马 黑方他可以把这个足保留 这样的话 红方是退了一步 那不让对方上马就行 找机会自己可以上 这边黑方先飞向 这儿锯准备拿起来 那接下来红方是冲冰啊 就要踩他 黑方他是选择了点锯 很有意思 就故意呢给你吃一个 假装不知道 一旦你一吃 底线穿江 一迫势把马吃掉 所以在这儿套路很深啊 红方决定冲过去 黑方给他压住 红方平均要吃足 黑方呢 如果直接吃 那是个换起 所以他想赢 就往下冲 这儿红方虽然过一个 但是这个足对马有压力啊 所以黑方还是稍好一点 他决定要上马踩鞠了 红方这个棋选择的招法是 冰三金 就是拱抛 那这样的话 如果你抛走开 他平均就吃马了 所以黑方决定啊 吃掉 这样的话 红方把这个足吃掉 到这儿 黑方也就上马 红方中间就抓他 黑方也就看住 这时候呢 他鞠对马有牵制 不让你炮打过去 否则这个马一回踩炮 这边趁马叫狮子 所以到这儿的话 红方先给他摁住 向上马 那么这儿看着踩霜 黑方则是先挑马 用鞠看住自己的足 这个马的位置 要比红方好 随时上马一踩鞠 富有杀棋 红方再退鞠 肯定是不甘心 他就飞向 黑方则是选择一步平鞠 到这儿准备要点进来 红方正常也就飞向 因为你进来 他可以对鞠倒也不怕 那现在黑方 他是退了一步 准备知识 打局 赶走你之后 再点进来 此时红方就冲 到这儿 黑方也就对掉 红方选择向掉以后 黑方这边呢 他想知识 又怕人家放中炮 所以的话 就先平一步啊 打向 让你这边落向 然后呢 再调你一步 这边有个点鞠 点住马 打出来很厉害 所以红方得先防守 这时候他再支持 将来还是要打局 那红方他落实也不怕 打局可以走 他是先把局调过来 红方到这儿 做的是局务平二 黑方补识 避免底线被利用 然后红方再把试一补 让你局啊 白平过去了 那么他选择继续 落一个试啊 也是把底线加厚 红方上马 准备进攻 黑方也就上马 准备对杀 此时的话 红方是在退回 黑方就平炮过来 这边呢 始终晃你的门弓 红方则是顶住不让 黑方就甩开 仍然是闪击利用他 红方则是狙到中间 想把炮掉过来 黑方平过来 将来在鞠过来吃炮 或者往后甩 暂时没起啊 红方就先平了一步 黑方他是退回 踩着鞠 引你过来 你过来他就打你 那么这儿的话 红方果然就过来 你敢打我的话 他是有一个鞠砍掉马 然后炮吃掉 一局换双的棋 所以的话这个棋 黑方感觉也不一定要到 所以到这儿的话 他决定再上 红方则是变一招 进去牵住你 那么这儿你炮不能动 你就没起 黑方的话 他就飞个向 避免将来这个炮打底向了 这个又杀招 那现在红方啊 想骗对方向吃骗不到 他把鞠片一步 那黑方是点进来了 控制了红方的兵线 红方浸泡 试图想打马求和了 黑方退回不肯 准备鞠过来欺负马 这个马一上的话 那将来啊 这个鞠有一个平鞠 比马腿打香了起 向一走的话 又吃冰啊 底线空虚 会被利用 所以红方他先冲个冰 不着急 那么你吃 我再看啊 苦手就行 你暂时还是没起 黑方决定回马踩鞠 试图把鞠引开 上马踩马 红方则是平一步 守住河口啊 不上当 黑方这时候他平一步 找机会有一个跳马 这个马一跳开之后呢 就要打香 那红方就先落相啊 提前走开 找机会架中泡 再吃啊 这边再落相 到这的话 也可以上相 落相的话 他这马随时可以过来啊 过之前呢 他怕对方啊 这边可能有个对军吧 所以他就先平炮过来 骗你啊 你要对军对完 我把你马打掉 那红方这个鞋啊 就中间吃 黑方则是一蹬 所以到这儿 就是不让你对军啊 那么正常 你退一部队 是担心他上马 这个厉害 所以的话 我操马交杀啊 这鞋也危险了 红方他选择招法 是把相给吃了 然后的话 黑方就补了个是 接下来 红方是上马 黑方走了一招 向一进三啊 利用鞠 那这个鞠退两步 他现在就开始上马 踩着鞠啊 将军这边叫杀 又吃马 手段很多啊 这儿红方是决定进一步 黑方一将 红方出来 那么你直接将他给指示啊 没用 拽开 准备底线做文章 这里的话 红方应该是平鞠 跟一下比较好 选择路向的话 有点示弱的 黑方直接把相打了 至此形成了三子归边之时 那这儿的话 红方上马 他是找机会坐中炮 啊 跟他抢先对杀啊 把你踩掉啊 准备去马对局炮 黑方的话则是甩开啊 这个棋有一个平鞠啊 杀招 此时的话 红方赶紧平鞠守住二路线 啊 他没有架中炮的原因是 担心他一将 你还得电过来 给你摆走 他这里啊 一回马 你就跟不住炮了 这马后炮太厉害了 所以他提前过来 准备来锁他的马 那黑方先一将 红方自然是电炮 黑方到这儿 一退 你暂时还锁不住 杀齐 那正常的话 可以进来 这齐肯定是要受攻 但是对方如果想将军杀齐的话 就有一个退炮啊 暂时杀不死的 那么他是上去了 结果被黑方把这个相依打呀 继续去杀 那么这里红方赶紧去试啊 试图逃跑 黑方想通过将军的方式 吃炮还不敢 因为底线杀齐啊 所以他只好知个试啊 然后呢 想杀对方 红方则是中间一将 那黑方落实 红方又一吃 到底是一样 你要是将军吃了炮 他这边一进来之后反杀你 所以的话呢就出 到这儿的话 你看着一将杀齐 其实将不了他炮在这里啊 所以在这儿是有惊无险的 他准备放心大胆吃你的炮了 红方赶紧就平区过来对一下 让你吃不到 让你吃不到 黑方这个棋啊 他选择的招法是甩过来 先忍一忍 其实在这个局面下 黑方回马一将更为积极 因为这时候你只能进来 然后他再甩 叫而杀 那这个棋要么就平 平时点死 那就就退 退的话 他现在这个棋啊 有一个鞠吃马 你还看不住 你要吃马他也采炮得子 你要敢退回的话 他给你一将 这样的话其实就可以了 随时吃字 但是他这个棋不吃也可以 他有个更厉害手段 就是回马踩鞠 跳杀 鞠就没了 这样的话赢得更快啊 所以在这儿的话 他应该是回马 实战 黑方先躲了一步 他认为你还是跑不了 到这儿的话 红方因为看不住 对方回马这步将啊 确实跑不了 他选择的招法是 下重炮 想找机会啊 偷袭对方 黑方顺势一将 这儿你不能进啊 点杀 只能先顶住再说 黑方回来采炮 红方最顽强的招法 就中间吃他 你一踩我追就捉你 这样的话比较积极 他是退回只吃啊 结果对方一采将 他认为用炮可以挡 其实这么一走之后啊 你这个炮又不吃马 没有攻击性啊 他现在准备过来吃你炮了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棋 红方首先不能躲 因为你躲进去的话 一将虽然可以对居 但他一吃马 这个马要丢 如果你要强行上 他推炮也打去啊 利用这个挂脚马杀器啊 把狙打死了 因为你狙一走点死 所以到这儿的话 不丢马就要丢狙 临场的话 他决定先吃马 以弓带手 但是黑方有个敲手 点江之后呀 惊天起居 你不吃 那吃完炮 你徒劳等着输呀 但是你一吃的话 这边是一个马炮杀器 所以这个起居呀 防不胜防 到这儿的话 往天一不得不认输 这盘棋 正为同伯胜 不吃了 我先吃了